子竹寺 主寺观音佛祖 建庙至今已走过三百个寒暑 香火不曾中断 甚至还成为全台湾观音信仰的重要圣地 诺大的庙宇有着十八天王洞 九品莲花池以及香客大楼等建筑 雕梁画洞的艺术装潢 让这一座庙宇显得气宇非凡 而且每逢佛祖的庆典 更是集聚全台各地的信徒 人潮滚滚 此外 在乾隆时期 水师提督吴毕达 有感这一片圣地的壮丽 因此赠予写有子竹生春的匾额 这年岁已有三百的匾额 至今已成为罗汉门八景之一 是当地珍贵的瑰宝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